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有人对我说过 这一天十二点之前得回家 我觉得那是骗女生用的 还没点呢 还是老样子 不错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打开电门 你还不让做生意呢 很久不见了 还好吗 这一刻 我好像不习惯了 怎么做起了调酒师 每一种酒 它的调配都是一层情感 就像你喜欢的欧德凡师 无论是方唐还是你喜欢的梅子粉 它都是色与苦 当你批评了她 才知道她是什么为了 说话 能不能接点地圈 知道你自己想要是吗 做最好的自己 这是你跟我说的 记得咱俩分手的媒体 行 不喜欢听你交易 还那么喜欢抽烟 还那么喜欢抽烟 我记得 是五年前的情人节吧 我只记得咱俩分手的日子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恨我吗 是我当初 不敢面对我们俩的差距 对吗 不将就的爱情 会残忍吧 如果当初你看到现在的我 你还会跟我分手吗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你分手的时候 说的最后一句傻话 你说 要是再去找一个人 你得抓紧 因为很快就会找不到 会找不到吗 他来接我了 他来接我了 其实我跟你说的话 做最好的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还像以前一样抱一下来做梦 下次吧 好 好 好 嗨 欢迎来到Urban Radio 有人说 爱情是一种信念 做出决定 不用去看结果 因为 那就是一个过程 最好的自己 或许就是发现自己内心 真正的需要 去认识 去实现 你说呢 小阳 我们聊聊吧 你自由了 小阳 小阳 我们喜欢的 小阳 所有的 年 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